哈哈 报效穿越来袭 多人有声剧 快穿只反派又黑化了 作者 裸奔的馒头 演播一刀品 第四百三十三集 应寒正在后花园里散步 月时在一边寸步不离地护着 因为萧夫君吩咐下人们 不得扰了应寒的清静 所以这边挺安静的 南巡大步走向他 脸都皱成了一团 我方才听到前缘一阵骚动 还以为你得了好名次呢 怎么 电视没考好吗 南巡上手就摸应寒的肚子 才摸了一下 便被应寒一巴掌拍开 南巡揉了揉自己的手背叹气道 含含 这可怎么办呀 我好像一不小心考太好 被皇上轻点成状元了 应寒先是一惊 可很快那目光便暗沉了下来 他似是漫不经心地道了一句 状元 皇上似乎对你颇为赏识吗 我也纳了闷了呀 这皇上莫非喜欢狂傲不羁这一款 算了 不玩这个了 好好 我扶你进屋吧 你看你如今身子沉 不能太劳累 应寒白他一眼 任他扶着自己回屋了 等关上屋只剩小两口了 南巡立马开始耍流氓 抱着应寒摸摸了好久 那手不规矩地按了按某处 嘴上还嘀咕道 怎么还是这么平 南巡在对男人生孩子一试 从一开始就保持着极高的好奇心 经过这么多天的研究 他终于解透了 女尊世界里 男人们怀孕之后 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 他们的腹中会逐渐发育出 类似女人子宫的器官 婴孩便是在这里面生长发育 三个月之后 他们的胸部开始长大 直至与这个世界的女人们差不多 南巡表示 女尊世界的女人们 胸部最多也是个B 普遍A 所以男人们发育成这么大 还不算太辣眼 勉强能接受 大概第六个月开始 他们的肚脐以下 会出现一个生育口 就像是抛肤产用刀子 划开的口子一般 只是这个是天然形成的 等孩子被生出来之后 口子便会慢慢地闭合 直至再次消失 最后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 听起来没什么风险 也不痛苦 其实不然 因为那道生育口非常小 一不留神就可能血崩 生孩子的风险 不比女人小 硬寒见南巡直勾勾地 盯着自己的胸看 表情顿时一黑 他很反感 男人怀孕时的身体发育 特别是胸变大 总觉得怪怪的 哈哈 明日你妻主教去皇宫面见皇上 见皇上要游街 游完街估计很晚了 所以明天我又不能陪你了 你一个人要好好吃饭哦 知道了 真烦人 我警告你啊 游街的时候 不准对那些哥儿乱抛媚眼 不眼瞎呀 家里有个这么美的夫君 我还对别人抛媚眼 哈哈 快让我再 咬咬咬几口 你这一整天又亲不到 滚 第二日 所有金榜提名的进士 以南巡为首 于皇宫议事大殿外 汇聚一处 室内官一声传唤 南巡便领着所有人 依次进入大殿 行叩首之礼后 殿首有内官高声宣读 一二三甲列 尽是姓名 刚刚进入大殿 南巡便感受到了一道 探照灯的目光 落在他身上 他知道 那是大赵国的皇上 身为此次状元 受到瞩目是正常的 只是 对方的目光 让南巡觉得很奇怪 等到内官宣读完毕 皇上用官方话 嘉奖了诸多考生的表现 巴拉巴拉巴拉 说了一大堆 然后随机点名考察 进行短暂的炒考 其实就相当于面试 令南巡诧异的是 皇上居然没有考察自己 考察结束 一甲列状元 逍遥 受从六品关接 网眼探花 受正七品关接 二甲进士 受从七品 三甲进士 受正八品 和从八品 再根据方才 皇上的随机考察 结合殿氏名次 分别授予各种职位 朝官朝服和戴靴等 会有专门的内官 送往各个进士住处 次日所有进士 需身着朝服前来谢恩 然后参加皇上举办的恩荣宴 离开大殿的时候 南巡心里还有些秃秃的 他不禁问小八 小八 皇上刚才 是不是看了我很多眼呢 哼 其实很多眼 那目光就是跟打量 自己儿媳妇似的 南巡一听这话 心里咯噔一跳 最近 你有没有留意 萧茗玉那边的动静 十八皇子 不就是个炮灰吗 而且离他死的时候 还有段距离 也这些天 一直在关注契运子 五皇女萧茗浩 如今已经 笼落了不少 心腹之人哦 这几天 先别管萧茗号了 你给我盯着萧茗玉 姐今天的右眼皮老跳 总感觉 有啥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今天不是你大喜的日子吗 游街嘞 嘿嘿 好威风的 面圣和风赏过后 以南巡为首的一甲三人 全部插花披红 由古月遗仗 簇拥出皇宫正门 然后跨马游街 要多威风 就有多威风 街道两头 全是看热闹的百姓 以前那些瞧不起逍遥 或者一直当个笑话 看的百姓呢 此时看到高头大马上 那威风凛凛的 俊俏状元狼 只觉得 脸上火辣辣的疼 就跟人 扇了几巴掌似的 一些偷偷打量 状元狼的鸽 甚至悄悄红了脸 方满阁的二楼雅间内 一白衣戈目光死死地 盯着游街的逍遥 一双手差点 把窗栏捏断 一圈游街下来 南巡的屁股都被颠疼了 逍遥的身体 比他想得还要娇嫩 折腾了好久 南巡总算是回府 抱到了自己的小妖精 心里无比满足 晚上 累了一天的南巡 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硬喊小妖精的手 突然朝他摸了过来 南巡 陡然一个机灵 啊 你干什么 南巡一惊 小妖精 居然搞偷袭 南巡刚刚问完 硬寒的胳膊 便缠了上来 凑近他 轻声软语的道 七主 好几个月了 你就 不想吗 哎呀别胡闹 你还有身孕呢 我像那种 不分轻重的人吗 硬寒小妖精 整个人 医了过来 一双勾魂眼 直直盯着他 可是 我想 硬寒 微微垂眸 凶暖的模样 特别诱人 我问过大夫了 三个月胎儿 已经稳定了 可以新方式的 只要动作轻点就行 这次就你动 我不动了 你的动作 向来轻柔 与我 无碍的 哎 我 我好像听出了点 言外之意呢 这 这是说 我平时小打小闹的 根本满足不了你吗 我去 这个小妖精 南巡 本来是坚决不同意的 可后来 被小妖精 各种勾引 各种诱惑 便没出息的 陪小妖精打了一次架 这次小妖精 果然没有握住 她的腰洞 但是 小妖精 这一脸欲求不满的 是想闹哪呀 拜 本集结束了 喜欢听的话 要订阅哟 哦 还有分享哦 下集见 Muah